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多谢阿波 今晚我们的内容是非常之丰富的 所以我真的很心急跳向了第四五六节 甚至乎第三节我主理的第三节 我也很想讲 刚刚发现的这件事 那四五六节我们会讲什么呢 只是很简单 只是讲一下 譬如说 日本为什么这么流行推理小说 还有一些实际的破案迷 那你阿波去跟大家分享 那我已经很喜欢听了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有个网友 据说 他就沉船 日本沉船 是 大家首先要搞清楚沉船 你说爱上了一个日本妹 那也不是叫沉船 沉船是一个定义的 就是我在一个风俗的场合 风月场所 认识了一个日本女儿 沉了船 那现在怎么办呢 那没什么怎么办 人家沉船 通常我恭喜他 很开心的嘛 嗯 而且呢 最新的咨询 阿波跟我讲 现在日本呢 即是外国人 譬如我们这样 我们以前经常去错觉 哎呀 那些日本人 那些风俗劫人 不太喜欢接受外国人 怎样怎样 原来现在不是的 你去到 譬如很受欢迎 只要你一去发觉你是外国人 你知道我们的样子 是东方人 但是一谈起来 就算你认识人文 除非好像阿波那样 是 他都知道的 你反而很受欢迎 即是说如果现在呢 各位 其实我们有很多女网友 各位女网友留意 如果你老公说 去日本 谈生意啊 这样那样 以前说去泰国 回大陆 你会 alert 你会 去澳门 去日本 你打算 你都没什么运行 你大大错了 原来去日本 你现在走过去 你直接问 你再不是 你再招了个passport 你再招了个特区护照 你招了个BNO 你已经有想 意想不到的收获 而且你花费 只不过是 如果我平时代算够钱呢 你可以玩几个月 我跟你说 是非常便宜 这些题材当然很好听 那当然了 我们又会讲解一下 即是会分享一下 我们移居了 在日本 真的移居了 不是吹嘴的 是 的网友 分享他在日本 居住的喜乐 苦甜 嗯 好的东西就不用说了 是的 所有人都知道的 但是 原来在日本生活 都有一些 未必那么惯的东西 或者你会很想念 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没有跟阿波夹的 我想夸着吃东西 因为香港呢 我其实不想用心在福中 其实呢 你说准备贵的 服务没有这么好 但是始终是有的 容易找到合理的东西 其实不一定合不合理 我们还是惯的 嗯 其实你在日本曾经做过的 阿波 是 又读书过多年 是 你留了多久 不久的 因为我 迁逐的 回到香港打日本公司工作 因為我知道長流日本 就過路死了 那你長流日本最長是多久? 年齡 都是年齡 即是你會學日文讀書年齡 回來了? 是的 接著是不斷過來過去? 那時候是駐香港的日本機構 我做過起碼兩間 做已經連了單位 就是好幾年 譬如說你駐香港的日本機構 你在公司裡面 因為你懂日文的話 你也要去日本溝通 但是你基本上就留在香港 那你就可能未必有這麼重的感覺 因為其實呢 如果你在日本 不要說很長 說真的我們去旅行 如果現在人有錢 又玩郵輪 或者先去英國靠我兒子 玩了12天 然後回來順便去日本 再留兩個星期 一些常有的東西 是很自由的 但是其實呢 你問我自己呢 我都是一下機 弄回那杯凍奶茶 我那時候還是喝凍奶茶 現在我喝熱的 弄回那碗雲吞麵 都肯定是不同的 我預先說 我們移居了那個網友 他說回來香港第一件事 是 吃燒鵝奶 是啊 沒有嘛 沒有嘛 是啊 你不知道為什麼 你去到外國 你在香港未必一年來吃不到兩碗 去到 去到 即是 女居外地呢 就經常想著 小鵝奶茶 你知道嗎 就是牛腩 是啊 就是這樣 我們一會兒再說吧 好了 我們趕快 首先 剛才我們廣告賣場 因為我準備的資料 準備得太晚了 多事情做 因為要去執場 但是呢 本來我還想出一個廣告 Operator 其實我就覺得 不用做什麼廣告了 但是我也要分享一些我的同學 我的網友分享的東西 因為大家知道我搞一個AI班 可能南壽朗未必知道 其實呢 我們那個AI班也很受歡迎 甚至乎對我來說 其實那個AI班有些壓力 因為我要星期日回來開門 這個星期二日 即是後日 我們有個AI班在那裡上課 我會回來開門 給他們上課 因為我已經上過那個AI班 我認識的 是 變成了呢 我就會fee了出來 所以呢 如果有網友 星期日 平時 星期一至六 都沒有時間上來買東西的朋友 那麼這個星期二日 就十點後可以上來 因為他們上課的時候 我狠狠狠 我就去外面做個生意 他們不怕被我吵的 就是我不會吵你 就無端端上來幫助我 對不對 是 那麼我就可以星期二日 都上來買東西 這個星期二日 你不要每個星期二上來 那麼我們隔個星期 就會有班的 你有沒有去接觸過AI 有 有 OK 即是出GPT 是出GPT固然 有時候玩一些圖的 是啊 其實呢 我們的班 我們這個 這個 所謂的 初階班 我們會開中階班 其實就是給大家一個概念 和大家註冊了 因為香港 要有些程序 因為你玩不到 它比較適合了 是 那麼 基本上你去運用 其實說完那個概念給你聽 在最後 你也是要自己去多摸多些事情 好像當時你玩window 你玩office 這樣 我覺得都會做到很多事情 是 那麼如果你再中階 其實呢 譬如我們做節目 我已經打算準備 即我什麼都在節目裡說了 我準備出一個新聞 天氣 還有每天運程 的AI 即是AI啤梨 可能兩三分鐘而已 是 周圍擲 TikTok也擲 IG也擲 Facebook也擲 YouTube也擲 那麼 我想會是一個辦法 因為你熟了你很快 將一段影片出來 沒錯 只要我錄了 我自己做完的事情 AI會跟我做的 那麼字幕 配樂 會跟我做完 一定是達到我的標準 或者甚至乎我們自己做得更好 你有碰過你就知道 好了 那麼我呢 所以覺得呢 我覺得 這1380元 各位網友 是要給的 其實我真的 你說 你別說我懶得有誠意 其實我真的不是賺什麼錢 我真的純粹是 我覺得你們要認識 如果不是真的 給這個世界 你起碼知道它是什麼 不要說你用不用 今天是一個 我不要說它是暗狐 每天天我們有一個group 因為我們AI班上了一堂 1380元 六七個小時 上完那堂 我們會有一個group 因為有時候 你未必記得 學得了 在一個group發問 互相 教員知道 我發覺沒有什麼人問 除了頭一兩天 因為個人都摸到自己 反而每個人 不斷分享自己的造圖 分享一些 一些分析 股票 那些分析出來 好了 那麼今天呢 我這個網友 除了share的圖外 這個是類網友 他竟然 他竟然 他在短短 過幾星期之後 他就list了12點 去認為這個checkGBT好用 我不知道這個是否是checkGBT 跟他做的 那麼他說 第一就是了解 股市的動態 當美股下跌 或者Tesla股格下跌的時候 你可以詢問checkGBT的原因 並獲得相關的解釋 和背景資訊 第二 攀任指導 會教你怎樣煮東西 第三 理財建議 個人 和你度身訂了一個理財計劃 健康建議 解夢和記錄 每一招 你分享美夢和解夢 也會和你記錄的 工作上的寫作幫助 電影感想的總結 劇本的創作 YouTube影片的總結 例如有時候 你可以將一些YouTube 有些機械人 兩個小時 你只要打一條link 進去 他就會和你 整個YouTube說什麼 還要翻譯你的語言 嗯 那你就不用全聽那篇的報告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看書也是 書籍的總結 私人助理 也可以節省時間 其實還有很多 這些是他今天和我們的分享 所以大家 Whatsapp 184-81079 就報名了 我們下一堂應該是 後日是幾星 後日幾號 今天是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八加三日 就是三十一 即四號 不是 是十一號 再下一堂是八月十一號 我們每兩個星期 一班 大家報名了 應該都報了很多 其實我在準備 接下來呢 是不是多開班 在星期六 不過就不在我那裏上課 會在葵聰 就是那裏上課 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遲些諮詢一下大家 就等一下林康正回來先 好了 今天呢 我們都是要 很簡單 講少少本地新聞 國際新聞之後呢 就去回我們的正式話題了 烏克蘭外長訪講 見面啦 李家超 叫李家超 喂 不要什麼 不要成為這個 制裁 即是反制裁俄羅斯的樞樓 那我不知道李家超呢 是憑什麼 那他就說了我們特首 不是憑什麼 他有什麼 有什麼知識 好嗎 但是呢 啊 鬼故我是不講的 鬼故 阿波未必明白我們鬼故的意思 就是傳聞 哦 但是其實呢 你問我呢 我覺得呢 近日呢 有三宗傳會之後呢 到了香港 譬如你說 烏克蘭外長剛剛 是應我們偉大祖國的外交部 見過面 然後來香港見過面 那其實呢 都是有一些轉向的訊號 那我不想什麼都拖下去 我只是想跟大家講 因為呢 正回來我會 即是可能在未來 由九月開始 會集中這個話題 中言我們一個香港的媒體 那我覺得呢 我自己覺得呢 就是很大原因呢 你見到 啊 中國好像 有一些轉風向 啊 我不是在說 誰死了 不關他們的事 譬如你又說 見到 咦 普京啊 扎蓮斯基啊 甚至乎 喂 巴勒斯坦的外部啊 都想 所以 當然 我認為幾百年來都談不成 那 為什麼呢 是吧 那 你問我呢 我覺得很大可能 是因為他們會覺得 他們會覺得 即是買兩邊 啊 特朗普可能會回來 於是 就想趁著 現在 為什麼呢 我真的不明白 第二節 我會說 有網友發了一幅圖 關於老蕭 蕭先生 那我都有些事 想和他相確 真的相確的 就沒有說 我不是亨利 我不會吵架他 那就是說 這個世界上呢 很難說的那些事 那事實上 啊 如果特朗普上來 他是一個 我就覺得 其實我覺得他很容易辟的 因為我們知道 但是很多 很正老的人覺得很難估計 於是 現在想 理順一點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形呢 我這個觀察 是對的話 那大家就知道 特別是我們在美國那些網友 你應該投一張什麼票 在什麼時勢 無論你多討厭 這種人很牙刷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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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MIT 又不是哈佛 無關事 你在這個時勢呢 你是需要什麼人 那意思 譬如說 你支持民主黨 你支持何錦米 那 我真的想問他有什麼政策呢 甚至乎 我也不講政策 第一 已經講 這個人是一個沒有 是一個沒有立場的人 這樣 去到現在這個亂世 如果在太平盛世 其實立場真的不用那麼鮮明 適合適合的事情就做完了 就像有一個公司 你公司 即是太平盛世 經濟很好的時候 其實大家不要搞那麼多 是誰做一樣的 是 當時都很順的 不要搞那麼多 是的 但是到了這個很critical 哇 你公司快要散了 經濟很差 到時你就真的要有一個領導 而這個領導是要有他 適合在那個潮流的特質 那大家就去想像 好了 鄧炳強 我們很快說這些新聞 鄧炳強呢 接受訪問 他會說 現在英美澳加德國暫停 和香港特區的逃犯互換協議 鄧炳強形容這些國家做法可恥 我又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可恥 老實講這些 因為鄧炳強是我們的保安局局長 我們自己有我們當然不會批評 但是呢 這些真的不是一個 我呢 怎麼說呢 即是一個地區 我不說國家 的外交語言來的 你這些戰狼口吻 神經病 阿強哥 你介紹吃東西 你介紹吃東西 你知不知道你爺爺 現在都不是這樣說話 有沒有提醒 有什麼必要 我們是最不抵得的 就是我們香港其實 國防外交的事不關他們的事 基本法所說 我們就搞好我們自己就可以了 你這些事 就等我們偉大的阿爺擔心好了 你在那裏 別人的做法可恥 還是怎樣 你說是沒有意思的 你除了想著是用來表忠之外 那還是不是用這種方式可以表忠呢 他又說 其實呢 英美奧法柳當局呢 仍然可以透過單次的協議 繼續跟我們合作的 將罪犯成諸於法的 他說就等於近日被國際刑警法出紅色通緝令的弊少 黃正傑 他說如果對方在這些 剛才以上的上述國家被捕 那他們就不會透過逃犯 互換協議 印度犯人回港 但是 如果雙方能夠達成法律共識 就可以單止 逐單 逐單計 其實去台灣 陳同佳一樣 不過你們堅決繼續用 台灣地區中華民國 你這些人就不挖你了 好了 不過鄧炳強都說 類似的合作 就是在一些販毒 詐騙等等的個案 暗示 即是為了政治個案 就不行了 他就說 香港不會成為罪犯天堂 我就不知道會不會成為罪犯天堂 暫時來說 問心一句 我都不覺得香港 真的會成為罪犯天堂 因為老實講 我是逃犯犯罪 你不要再引導我來香港 你現在 你以為以前嗎 你很愛你 好吃好住嗎 好了 十六分鐘 我講不講這件事 就寫了 講完 因為我真的很想快點去 我們那些喜愛的話題 這一件 大家聽清楚 又是這樣的 其實我一看完 這個叫做 滑板聯會事件 我們之前講過 因為滑板聯會 不是滑板總會 滑板總會 就是 不要說是隸屬 它就是 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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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要在港協企奧委會的屬會底下 你才有這個資格 好了 但這一個就不是 這個是叫滑板園會 那究竟他們參加這些有什麼好處 我不去研究 但問題就是 這個滑板園會 看一些照片 原來他較早時候 他這兩年 就經常抹著民建聯 李慧琼子 那些出來 開那些記招 譬如說有真資源 等等 那我一看 那些都不幫好人 都不用說 好了 現在是什麼事呢 有媒體 就訪問了兩個 跟滑板聯會簽了合約的學生 理解到這個聯會 因為拿來把合約來看 好了 聯會跟運動員的合約 就是說 禁止運動員參加其他體育協會 禁止運動員參加其他體育協會 他不讓別人參加其他體育協會 那麼 參加其他體育協會 就是不參加得 中國香港滾足運動及滑板總會 這個總會就是 Official 不按文革的話 這個總會就是 港協契委會 下面的屬會 所以呢 你如果真的要參加國際賽事 你就一定要參加這個香港 中國香港滾足運動及滑板總會 因為是 奧委會下面的屬會 那你就有資格去參加這個 國際賽事 好了 那這個聯會呢 你又不是 港協契委會下面的屬會 你又簽約跟運動員 就不讓別人去參加其他協會 即是不可以參加總會 所以旗下的運動員 變相是不能參加國際賽事的 中研 譬如較早時候 那個顧家媛 十五歲 拿了亞洲冠軍 中國冠軍也好 他就沒有資格代表香港了 那為什麼他要簽這些屬會 會呢 那當然啦 根據訪問那兩個 曾經跟他簽過合約的 或者在那裡 玩過 在那裡玩過滑板的朋友說 他經常跟同學說 他們遲早會取締了總會 那你一去到那裡 你就明白了 又跟民建聯的資訊 就肯定這一個聯會 是一些有心人 想動搖總會的角色 那他的政治我完全沒有興趣 因為不說是好人 但是問題是 你去簽那些運動員 那其實真的變相剝削了那些運動員 參加奧運會的資格 而這些合約呢 是極其模糊的 今天呢 有媒體呢 找一些律師看過 就認為呢 合約是有誤導成份 因為是無法執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都不是奧運會的屬會 那你都不能夠 給運動員去參加國際賽事 但是這個合約簽了幾年 又沒有錢 還要給學費 就是呢 目標可能就是參加這些運動會 其實是達不到的 只要你一人不是奧委會的實曹會 所以合約是未必有效的 所以那天呢 阿光呢 你認識啦 阿光你很熟 阿光少 他一看呢 就說 這叫做博大帽 那 就是 不過問深一句 我不知道阿波有多熟 香港這些運動分會 其實呢 真的很多問題 因為這些會呢 就是以香港人一般的格式 一般的香港人 我不是說絕對 你沒有好處就不會搞 他搞得這些是為好處的 嗯 拿政府資源的 或者甚至說沽名釣魚 是很冷靜的 不過這個不僅是香港 不過香港是嚴重的 全世界這些會呢 都是很政治的 其實日本也是的 是 一樣很政治化的 這些會 就是 老實說這個世界上是很有趣的 這些事情一說不是商業運作的 就最麻煩了 商業運作就反而 很簡單的 就是向下向錢看的嘛 是 一不商業運作呢 似乎 即使你不要管他後面 是不是為錢呢 都是這麼麻煩的 一定是這樣的 我們這一節就很快了 我們馬上講完這些新聞呢 第三節開始我們來聊了 不過下次第二節 OK 好